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畫畫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設計一下全新的我自己的Logo 就是開Studio的Logo 那我已經製作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啊 那這個是最一開始的發想階段 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形狀啊 像是有A跟I的組合啊 然後有一個是想要透視的感覺 就是一扇門打開的感覺 然後就有各種的改變啊 然後最後是看看兩個C 就是我原本的開Studio的C 然後兩個顛倒畫起來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兩個C的組合 那我的中文是開影像工作室 所以我就是要設計出有點像是開字 就是下面有開嘛 然後上面的這個東西 然後有點透視感 所以這樣子就有點像是開上面的東西 就是下面都這樣子就會變開字 我本來是要畫一個 畫一個鏡頭 你左邊畫那個是不是已經有一個 其他公司的Logo長這樣啊 看我要不要有那個外框 然後有一個是黑 有一個是白 最後組合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Logo 然後一個標準字這樣子 那也可以單獨使用 那我原本有想說 要不要設計一個中文字 但是我們最後研究 就是我跟家人研究研究發現 中文字其實 其實好像不太需要啦 OK我們成功了把我們草稿全部都丟到我們的AI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慢慢的用鋼筆工具慢慢的拉 然後慢慢調整它的粗細跟大小 那我們通常就會使用 Ctrl 2 直接把我們的圖片鎖定 就是你怎麼選都不會選到它 我們現在有點像是拿描圖紙 然後來描繪一個 複製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開一個新的圖層 讓我們的設計全部都在新的圖層執行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管理我們的圖層的部分 就有人不喜歡管理圖層 或者是亂打名字 我自己是喜歡把它用的比較整齊 這樣會 要挑什麼 會比較好 拿 就是我需要什麼 要調整什麼 我會比較好 去調整那個東西 而不會亂七八糟找不到了 OK那我們全新的LOGO設計 已經差不多九十幾%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設計一些的方式啊 還有我用了一些工具 那我們完全都用路徑管理員 就是分割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分割成這些文字 那我們文字做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按合併 就讓它合起來 那我們設計也經過了一大串的修改 然後到我們現在目前長這樣 就是下面稍微變大一點 跟這個比較 那我們這個是最原始 我們在兩年前設計的LOGO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設計的新LOGO 那這個是第一版本 就是我們的彬彬彬彬都還沒有修 就是只有大概出來 那我們彬彬彬彬彬都還沒修掉 那這第三個呢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文字呢 稍微字句 挪一挪 讓它看起來順眼 那我們第四個呢 我們就已經開始加一點點綴 像是我們的i上面 我們把i分開出來 跟第三個筆 我們的i就已經把它分割出來 第五個呢 我們又做了更多修飾 像是C的角膠啊 還有一些想要把文字 分開來更加明顯的地方 我就把它邊角把它去掉 像是我們的上面這個O 最右上角這個角 我覺得有點太突出 我就把它削掉 那這些邊角的削掉 我也是一樣用路徑管理員 然後搭配我的一個黑色塊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慢慢的削掉這些 邊邊小角落 這就是一個非常細節的部分 但是這個小小細節 是可以讓整體看起來更舒服的 那我們設計好之後 我們的圖跟文 其實是分開可以使用 但是我在想說 合併 要不要有一個固定的比例啊 或是大小讓它來搭配 因為分開來使用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時候使用的話 如果你沒有限制那些大小 沒有一個標準的話 有的時候可能就真的是亂七八糟 或是沒有一個標準 看起來就比較不專業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2018年做的 那這個是2021年 喔 其實已經翻年了是不是 就是我們把這個整體加粗 我覺得比較有氣勢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文字是比較細的 那我覺得它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是有一點單薄 那我想要讓它比較扎實 比較負重一點 所以我現在設計我把它整個加厚 我們也改變了非常非常多的小細節 讓比較多地方是統一的 因為像之前我們下方這邊的線啊 就有點不統一 然後我們連我們的字的寬度也都有點不統一 但是Logo這種東西就是 它會影響你對這間企業或是公司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第一印象之類的 像是小米不是有作為一個新的Logo 但是沒有人看得出來 但是它其實就會對整個企業有不同的感受 讓客戶有不同的感受 像現在這個Logo就是開著上半部 我覺得目前這樣子就好 如果之後想要再修改 可能幾年之後我覺得不順眼 那我再修改 現在就先這樣 站定這樣 OK 那我們就已經把我們的Logo完成了 那這個Logo就是我整個設計跟想 已經想超久 大概幾個月吧 就是慢慢的去執行 那現在終於把它實現 實際的做出來 哇 超讚 走超久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畫畫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日常的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take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